跌4号,今天这行情啊,只能放一去消筹,帮助大家消消筹,指数没怎么跌 只有一个指数,中正500指数跌过,跌幅超过1%,个股又稀里化了,是吧 平均股价,中位数跌幅2.85%,将近3%了,又是单日大阴险 2.85%这种单日的跌幅,2.85%这种与单日大阴险了 但是,它竟然是这一波调整以来的第三大跌幅,是吧 前几天咱们讲了,有一天跌幅超过了4%,最多那天超过了4% 一共就20多天,20多个交易日,这种单日大阴险出现了三次,出现了三次 还是很惨烈的,那么这段时间,32个交易日里 是吧,最好的操作就是不操作,上面最重要的就是逃那个点 现在其实大家能够理解或者能够明白这个逃那个高点的意义 当时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爱逃的,不想逃 当然你从长期来看呢,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关键就是你如果不逃的话,你能不能看到长期的问题 是不是,能不能看到长期的问题 会不会就这波的调整,变成你的股市生涯里的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操作上还是要细腻一点啊,还是要细腻一点 该卖卖,将来该买也得买 不要以为下跌就不敢买了 物极必反,脾极太冷,不会一直总是下跌的 90分钟出绿角线了,还需要23个点 再跌23个点,会出90分钟的底部动画 明天大概率还是观望 明天大概率没有操作啊,我们昨天就说了 周四周五,本周就基本没戏了 那么上周我们说的是吧,就说一周之内是没戏了 那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但是呢,我们也只能说明天大概率没有操作,后天都不好说 但是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有了顿化之后,我们再研究就来得及 如果没有顿化呢,二浪还是判断二浪A,还是随缘 随缘的意思就是,有结构我们抄,没有结构就算了 反正这是二浪A,还不是二浪C,能理解的答义 好,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这是上阵书啊 上阵书也有可能出现日线的底部动画 日线啊,但是级别不会大 所以呢,我们重点还是看90分钟和120分钟啊 重点看上阵书的90分钟和120分钟 日线呢也会,也可能会有动画 但是级别不大 那120分钟,120分钟红角线的修短 但它距出绿角线还得一段时间 是吧,最快的话 明天下午出120分钟的绿角线 但是明天不会有底部动画 我认为明天不会有120分钟 最快点得下周,60分钟最快明天就会有 90分钟啊,60分钟不看了 距离趋势远就不看了 所以重点看90分钟和120分钟这两个周期就行了 好吧 重点看90分钟和120分钟的这两个周期就可以了 先看钝化 因为有时候钝化不一定形成结构 看这儿钝化大概率是不形成结构的 就是你统计所有的钝化 它消失的概率可能比结构形成的概率还大 看这儿钝化消失,对吧 钝化消失 这个结构这个级别还比较大呢 钝化到消失中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它也消失 但是它也消失 所以不是所有的钝化都会形成结构 但是结构形成之前必须经历钝化 所以当市场出现钝化的时候 我们再准备买入 做好买入前的准备就来得及 现在连想都不用想 不用做准备 好吧 等钝化的时候再想 所以明天最快有钝化 但是如果明天有钝化的话 说明跌速也比较快了 23个点我说了这个还得需要下跌23个点 而且是收缓价格 收缓价格11点2点和下午5分点 假如明天有钝化 那么明天大概率不会形成结构 因为如果钝化是在明天的话 23个点一天跌完的话 跌幅就接近百分之 0.7左右对吧 这个跌幅是较大的 这种较大的跌幅呢 快速的跌幅呢 形成结构的难度特别大 所以明天大概率是不操作的 如果明天形成结构 它是什么逻辑 需要第一个时间先形成钝化 一个小时先跌个8% 0.8% 0.7% 0.8% 然后再涨 是吧 那它先跌了那么快 然后还得涨上去 那这个就需要这个行情波动范围大 然后还得先跌后涨 然后还得再明天一天 这种概率特别小 所以我认为呢 95%的概率明天没有操作 所以本周就基本上就这么就结束了 是吧 可以看行情也可以不看行情 好吧 可以看行情也可以不看 下周先看明天吧 先出钝化再说 只要出钝化 就开始进入到较为重要的时候了 不出钝化我们就看戏就完了 好吧 那现在这个 哎呀 这个行情有点惨烈 昨天两次成交已经低于6000亿了 是吧 低于6000亿了 今天又低于6000亿 这个流动性啊 流动性 流动性还是很关键的 不好多说什么 我们就进一步都观察了 那就是现在这个跌法 很多个股的风险特别大 个股的风险特别大 这个总这样也不行啊 就会导致恐慌性 能理解吧 恐慌性它会传染 所以在学员区里呢 有时候也是吧 我今天下午怼的属于那种 毛毛雨 没有特别狠的怼啊 在学员区里 你为了防止这种不当言论 或者是负面的情绪 扮演传播 我们只能管理 是吧 今天我还是对吧 没有发挥怼人的100%的功力 拿了六七成出来而已 再看下一张图 这个呢是深层指 现在其实指数之间的协调性还是不够好 因为上纸指数如果形成钝画的话 这个深层指这个钝画可能就消失了 这个钝画的级别很小 这中间几乎没有反弹 所以它是钝画级别小 那上纸指数反弹到这然后再下 那这个红角线就比较大 那深层指这个钝画可能跟前两波一样啊 就可能消失了 钝画一旦消失之后呢 短期之内没有结构 所以指数之间的协调性呢 不会特别好 目前来看呢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再看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呢 它的高点是在三月份 所以呢也可以判断它是一浪下跌 然后二浪反弹 然后三浪下跌 这个下跌幅度大 时间长 然后最近的这一波速度也快 速度也快 所以无法判断指数 但创业版指数呢 我们如果看周线的话呢 周线的序列第七 周线序列第七 所以呢周线来看 嗯也不会 跌起来没完没了 基本上两周吧 下周第八 第八也有可能只跌的是吧 下周第八 因为八如果在阴线上也行 但是它要求八九十出现阴线 所以在序列的第八 第九第十啊 目前初七 然后六个七都是 六也是阴线 七也是中阴线 所以初九的概率已经是大概率了啊 初九已经是大概率了 所以它往下走的话 实际上这个是有是有低点的 就向下它是有低点 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不用特别担心 好吧 下面的时间看到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胖子吃的是老冰棍吧 对 刚刚才只顾 我冰箱里拿了一根冰棍啊 那个 这是冰棍 它不是雪糕啊 冰棍 一块钱一根 所以我说 我怼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飞翔叫啥来着 我说你得赔我一块钱 光顾了嘴你 冰棍化了 老师今天是中分发行吗 毛顺怎么中分 讲起来郭德鲁像上了 一共两根头发 出一个中分 那是圈儿圈儿 一共一颗牙 吃饭的时候塞牙了 那是吃藕了 套牙里了 今天说 股市都跌到白菜价了 我回复了一个洋乃五 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 这是洋乃五与小白菜 本来说的意思就是 现在目前是小白菜 后面可能还有大白菜 再让它涨一涨 有人功利退步了 没退步 是不好意思太太凶的怼 就是他他说的那个什么什么 没有实质性什么政策改变 什么什么的 是吧 就跟我们学员区里所倡导的 整个的投资理念啊 什么的就完全相反的 你说我这交了这么多年 咱们都没有心血 我交了这么多年就交出 所以就是说 他不是那种恶意的啊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我就怼就不能 就都不能过于的凶猛的怼的 是吧 他只是他真的那么认为 你明白吗 就是他他是 他不是说他是恶意的 他不是这样想他他故意这么说 他不是这样 他真的那么认为 他真的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什么政策 那个行情是上不去的 他就认为这样的 那我后面我说的也 也是就比较真正相对的 我说什么是实质性的政策 你告诉我 那去年出那一大堆 包括降业花税 哪一个不是实质性的政策 那行情涨了吗 那你以为的实质性的政策 是啥样的呢 另外 你是政策的制定者吗 你跟政策有个毛线的关系 你知道什么时候出吗 你知道这出不出吗 作为一代的屁民 你关心什么政策 不出政策 下周有结构 我们买不买 一句话买不买 是不是 咋来这个 首先你得有对实质性的政策 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你不能说像这个很多人说的 各种模糊的 对吧 打上去了 那就是实质性的政策 没打上去 这政策就不是实质性的政策 你这不废话吗 是不是 大家想想对不对 你把命运交给政策 能行吗 你在学院区里 我觉得今年操作的还不错 也不能要求太高 那行情就这样 你说我能把它打招 我都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 是吧 如果我能做主 那肯定让行情一直涨 天天涨 月日涨 天天涨 每天都在涨 咔咔的干脏两万点 上这日数 然后全面对外开放 解放全中国套牢全世界 把美元啊 欧元啊 英镑啊 全部套进来之后 给他们一顿喜 割了全世界的韭菜 然后我们再抄他们的底 那我说的不算了 所以我只能是开个玩笑而已 但是目前就像今年的这样的行情 我们应对就算不错的了 好吧 比起期待什么 实际性政策有用多了 行行吧你 持久英里 你又出来了 吃人说梦的 我刚才说了 这是开玩笑 我如果说的算的话 但是我也不可能说的算 你来 你来怼我 对吧 你这看来 你就不记得 我原来怼学员 是用什么样的词 我叫做 我怼学员用我四个字 叫做吃人抑语 你叫做 你说的是吃人说梦 吃人抑语什么意思 一样 傻子说梦话 老师你的想法太好了 就是无法实现 是吧 无法实现而已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都没有学经济 你能说的算吗 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 不是 你 你 你觉得我学经济 我就能说的算了 等着吧 等着吧 耐心点 下周出动画吧 只要出动画就很重要了 该抄底还是抄底 老师适合在体制定义工作 我一吹定音了 我适合在体制定义工作 死都不知道咱死了 我在那边看那个 我就是前一阵子看那个真宽传 后来我就想 好家伙 如果我在真宽传里 如果我是徐飞 一级可能都活不了 就嘎的 徐飞飞 我也想行情长啊 臣妾做不到啊 皇上们 飞飞不就是胖子吗 那么胖 那么胖能入宫 后台得多硬啊 有道理啊 如果那么胖能入宫 基本上都是 都是贵族 皇上不得不娶的那种 绝对没二事 你现在不耐心不行对吧 你现在就是 你像这种 这指数没怎么跌 那个股跌了2.85% 你像 像这种行情 不能伸手 伸手就被剁 操作难度太大了 这不是说风险 和收益比的关系的问题 这操作难度太大了 这个位置还有人做空吗 这个位置 它有可能是空杀空旺 对吧 你像这个春节之前 那一波我说的 我说五解 如果国家队不就是五解 那你说也没办法 人性就是这样的呀 人性就是追想杀跌的呀 跌来的时候 一开始恐慌 长来的时候贪婪 贪婪和恐惧是人性 人性如山 是不可变的 好吧 人性如山 老师也论述一下 技术的局限性 局限性就是 无法理解政策性的 实际性的政策 是啥 好吧 你不要考虑 什么局限性的问题 价格是包容一切的 你要解决包容的问题 而不是解决局限性的问题 自路不对 起来重睡 民航这么多存款 就是不进 你进呢 咱们现在都不敢进 民航那么多存款 你进呢 钱钱多呀 大家一定要村长不着急吗 我跟你说 村长一定着急 你是村长你不着急 之前我曾经说过 我说有一天你入院了 你媳妇不一定希望你活着 但你的主治的医生 一定希望你活着 所以你说 这A股市场的老大 村长 他能不希望股市上涨 你想想 是不是这个逻辑 他肯定的希望 但是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 没有办法 他能死的招 他早死了 去年死了不少招 好像还是这样 还有一招 但是他说的不算 他这是村长 他是镇长 有可能好事 咱们毕竟是个村长 其他村联合起来 得不听他 咱们吧 就别吵那个心了 是吧 还是那句话 一代屁民 我们操那么大的心干嘛 我们在这个调整周期里 我们现在做不到 兼济天下 只能做到独善其身 好吧 赢者保身 下跌少赔点 别想着赚 这是我们能做的 均匀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 还是挺实在的 别想了那些高谈扩论 没啥意 三百年逃顶 三百年抄底 今年就这么过 明年再说明年的 行不 都难 都在这个市场里 咱们肯定不是最惨的 都难 除了市场以外 太难 昨天网传 中间公司小公屋跳楼了 中间公司是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 对吧 他不是说因为行情跌的跳楼了 是因为他 他那个啥了 那当然跟行情可能也有点关系 他降薪了 说是网传是降薪了 不要真的假 但是最主要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 最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可能就是多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是产后亦产 产 亦亦亦亦亦予予 我老公说是大吵的鸭 然后呢 各个方面都都房价最高价买的 然后房价下跌 导致他的首付没了 降薪等等等等 全部可能就加在一起了 但是人家很悠久 你看是吧 人家学经济的吧 刚才那谁说学计算机的 这有学经济的 人家很悠久 94年 今年才30岁 年薪 降完之后还40万呢 是吧 还大几十万呢 这个咋说呢 就是怎么是新闻呢 那普通人他要是跳楼了 可能都没人报 就是条件这么好 他为什么要跳楼 这才是新闻 一个中端生 他数学为什么那么好 那才是新闻 一个象棋的冠军 王天一会不会作弊 那才是新闻 就是差异性 所以每个人呢 可能生活都不易 大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怎么才能在 如此弱势的行情过程中 咱们能够保持理性和乐观 讲办法呗 对吧 那什么是差异性啊 你看那个旭日阳刚 唱的那个春天礼 在一出的屋里 破破蓝蓝 有酒有哥有朋友 很开心 在逆境中寻找快乐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 就是逆境中寻找快乐 好吧 咱们抱团取算 终于把这个比较难熬的 调整周期熬过去 我们没打地 把二郎熬死他 好不好 熬死他 16点04分 不得奖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明天 明天讲课 继续给大家放消愁 放消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